2024年超级战队作品 爆上战队奔奔者 已开播一段时间 而本作的追加战士 Boon Violet 也露出台面 因为这名声优 欢迎将下述引起一波讨论 究竟他有什么特色呢 让我们来揭开面杀 大家好我是升哥 关注凯面赛的 Super Sentai Prikywa相关话题 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在本作的设定中 除了主要队员对抗敌方组之外 更有硬核主题的卡车大奖赛事 简称BBG 由个宇宙人组队 相互竞争取得胜利 最初有主角的战斗 以及梦想渐渐带出伏笔 主角协助者奔多里奥 便是其中一员 由于丢失执照 以及是关于是无法再参赛 便收留在地球主要基地车库中 且对机械的热情 与主角大也达成共识 合力创造出奔奔着各种装备 代表与战士同在 还有共同实现的意义 但在这之前 笨笨是自开发另一种道具 名为笨笨手把 但成效失败 印象不到的是 道具再次出现于神秘人手中 在笨笨还是车手时 有位一敌友的同伴 队伍中长脸先一步跑在前面 这位便是大开配音的 彪迪赛尔 决定对名时 他以彪彪者与笨笨较量 笨笨者便是对方胜利的象征 但仅此以胜又忽然失踪 听着对方的传闻 令彪迪产生阴影 就像你长生的对手 忽然骨折重伤了 然后又不知他在哪里 对标底而言 这并非堂堂正正的赢了 经过与哈希利安苦战 赵玉笨笨协助后 才让他得以释怀 那颗轮胎看似普通 却是两人团队合作的象征 原先以超越自己为目标的 笨笨手把 经他妙手回春 竟成功发挥作用 并且是遭遇相似的青年 燕仙斗 或将以浮夸的声线 把标底的高手气质 与竞争的心态准变 全是的淋漓尽致 并将变身效 与标车形象配合 配上变形的 准确迈向终点特性 以及ROBO的 陆空精通战法 放出必杀技光束 让人感受到 与奔奔的巨大差距 虽然很不习惯就是 华将近雨表示 自己小时候 也每周期待看战队 真想告诉那位少年 现在正参与其中了 转眼间成佳丽业 两位女儿也四岁了 决定出演时 给她们看了奔奔者 瞬间就照片了呢 想到先制配音的玩具 能给孩子们玩 对比儿时的自己 心中感慨万千 而列仙斗 最初与在宇宙的 储礼屋登场 自身第一的他 能迅速应对麻烦事件 且与工作相似的大野 有强烈竞争意识 有未来的时间火焰影子 仙斗作风 类似冷风的侠义甲 都是为了某种牵挂 不惜与主角作对 虽类是抄袭新的 因故远离家乡 但她的处境更为黑暗 父母在她小时候 就去世了 并且其他大人都无法依靠 心中发出悲鸣 这种到处奔波的工作 竟成了归宿 为了抹事过去 她追求兴奋 竟然变得傲慢 想到的话就马上说出口 也因认为地球没有恩情 听着大野纯粹的战斗想法 才产生厌恶 但自己舍弃的地方 依然有重视的人 那张卡片 便是身后交情的证明 看着不一定的奔奔者 宁愿独一把 相信哈希利安能赋予曙光 而处决他们 此时身为队长的大野 成为重要转列点 谁也想不到 这么纯粹实现梦想的人 定是这星球上 第一个接纳仙斗的 如果不够从容 不就更听不见新生了吗 有余面对过去 才能突破不是吗 仙斗多么希望 当年也有像这样的大人 但他成长并认识 这爆然的世界 看着重要的伙伴被委托者袭击 这微翻处置的意义 使他对其彻底失望 就算这星球容不下他 再怎么冰冷 看着自由努力的成家了 自己岂能不管呢 既然当时我们无能为力 现在就来偿还吧 或许这份飞雄理念的保护委托 才是仙斗真正追求的 配合标的的配件 他的变身终于改为 BOOM BOOM CHANGE 这首法在机械等作品也采用过 加上特制深色赛车服 以及出人胎面部 使最佳成员更凸显特色 燕仙斗的演员龚泽佑 现今29岁了 曾参与10次以上的特色试镜 中途曾放弃过 Kamela e da Gachado 百届的阿尔法 更是其中之一 这个岁数对特色演员来说 已相当极限 像高山境界那种人才 其实相当稀有 公泽而时 从超级战队系列 得到很多梦想与希望 巧合的是 自己喜欢的两部战队 也还费于冷风 正好两位前辈 纠缠一贵人白穿月朗 来自同事务所 得知确定出演时 情绪飙然高涨啊 并且公泽非常喜欢鬼灭之刃 漫画与动画都有观赏 与主角声优共同合作 这是一件大惊喜 即使艳星斗 是个内心扭曲直率的角色 但就如自有交流 及协助孩子那般 他全场异常强烈的情感 所以公泽希望认真扮演 让角色变得更有形 与皮套演员 鸟中这人先生 真正的塑造 并且尽力做到最好 在剧中时 让观众感受到他的努力 求生遇到难处 演员及剧主也相当友善 还会不翻年龄的玩弄他 公泽笑着说 年轻人的能量好厉害啊 包上每个角色 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 但要使不同领域的人 团结绝非一世 尤其非常偏离人性的人 更为苦手 并不像单纯接受特殊身份 以及流派和解那样简单 而互相检讨并扶持 成为重要一环 使这个方向盘转向正确位置 过程中 作员间也会产生更多感情 对生命及友情深刻的体悟 反派除作战外 也会流露自身情感 使观众觉得有趣 并非全然得二 这是我认为 这部最大的特色及优点 希望借由此影片 让大家更认识 超级战队 也欢迎留言 对夜仙斗的看法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 我们下次见哦 碰碰碰碰 中文字幕——YK